大家好,歡迎來到逆之奇幻遊戲圖 我是你們的隊友阿逆 今集會講一下破曉傳奇後期 完成主線故事之後,如何快速拆上100 解鎖強悍之癲這個獎盃 這個方法可以在幾分鐘內 大約拿到15萬經驗值 由70上100只是用大約1至2個小時 不過要用這個方法,我們都是有幾個前置要做的 如果你想在遊戲早期拆開的話 你就要做支線任務和拆下怪仔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攻略和資訊之外 還有如同強迫症的白金獎盃收集系列 還有專門解答觀眾問題 和嚴正坊間留言的遊戲實驗室環節 如果這條影片幫到你的話 不妨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最重要的是訂閱這個頻道 現在還差2千多就去到1萬訂閱了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在打敗領將毓魯朗安格薩里之後 托拉斯尼達降道就會有一個支線任務 地靈的聖堂 要求你去地靈聖堂打敗魂偉諾姆 這個任務還可以得到金制全新海 獲得的經驗值永久提升80% 然後我們去威斯金特承接任務 山優異常再起 如果你還沒看到這個NPC的話 你就過了主線故事再回來看看吧 這個任務只需要我們回去地靈聖堂 和另一個NPC對話就可以搞定了 接著就會接到任務 二屆訪問者 有6個區域要去的 每個區域的最後都有一個BOSS 每個BOSS都有一條鎖匙 用來解鎖下一個區域 最後一個BOSS的等級是95 我們就可以不停刷這個BOSS 直到我們100呢 以我自己為例 我完成主線故事的時候 大概是50呢 那可以刷第一個BOSS 刷到63呢 然後推進去到最後一個區域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去到70呢 那70呢 再加藥物就足夠打敗這個BOSS 你的等級越高打得越快 另外你的等級越低 經驗值也會越多 建議刷之前 在商店買鳳梨怨堂 用來回復60%CP 以及生命瓶用來復活 除了戰鬥時有用 也可以在戰鬥後節省回營地補給的時間 刷經驗值之前 用杜歐哈林製造壽司 效果是提升獲得經驗值大 或者用洛來製造小熱狗 增加攻擊力 提高戰鬥效率 戰鬥成員方面 就要有希隆和杜歐哈林 他們都有復活技能 因為這隻BOSS有一招連技 是無論你多少級 都可以殺死你 所以用有復活技能的角色比較好 那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或問題想知道的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